小學長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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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長幫助的小朋友是很多 如果全部加起來的話是五十幾個 可是平常再來的話是二十幾個到三十六個 小學長 寫給爸爸 爸爸 一會兒班德回來我們會講故事給他聽 先讓他們聽故事 然後晚了以後就快要生 就教他啵啵啵啵啵 要不然就是加減法這樣 給他什麼樣子 多少 九 二十幾個 給八 好 好棒 對 五六六六 六 好 妳呢 有 好 好棒喔 六六六 漢一方是血海小學堂的創辦人 平日下午陪著當地家庭適合孩子讀書 肩負偏鄉教育責任 安撫孩子躁動的心 芒果先擺上桌 屏東午後三四度高溫不退 藍色屋頂是鐵皮頂蓋 更容易吸熱 電扇冷氣一定得開 避免讓孩子更加煩躁 孩子如果他學習的時候熱的話 他就會躁動 如果你給他比較清爽 比較涼爽 他就跟老師的互動會比較好 不會一直 一直動來動去 跑來跑去喝水啦 尿尿啦 找藉口這樣 那邊睡冷氣了 很冷 我要睡那邊了 找到出風口就是最好的入睡點 周育成已經小六了 這幾年因為家庭因素幾乎都以小學堂為家 讀書睡覺都窝在二樓五點七平大的小格樓 冷氣讓孩子們更有生活品質 但也加重經濟負擔 電費有時候我們是兩三萬塊的 從晚上六點嘛 電腦開始就開到隔天的早上四點 因為小朋友也要睡覺 爸爸如果要下海或是爸爸不舒服 然後需要看醫生 孩子就會留下來跟我們一起住 因為他沒有辦法把 因為現在孩子他沒有要上課 然後又沒有辦法把他帶在身邊 續海小學堂靠捐款跟義賣來指引開銷 但光夏日電費就超過收入兩成 雖然電業法有針對公私立學校 立案社福機構等不同項目減免收費 像是社福類就有約四百家申請 台電一年減收電費接近上億元 相關的這個變動他都會用一個 這個資料借借的方式給我們 那我們就會直接在上面扣底這樣子 只針對個案補貼 與法無懼也有公平性問題 但像續海小學堂這樣的類社福機構 社家族表示 各地都存在無利案無補助 屬於三不管地帶的能源弱勢 知識的不足 還有可能相對來說是某種 使用品質的不足 或者相對於能源造成其他的生活品質的下降 冰箱大概都超過十幾年 那膠條已經都鬆脫 那事實上這樣冰箱非常的耗電 應該我們所掌握的資料是立案的資料 到說在資源的分配跟使用上面 我想對政府來講 我們也要對所有的納稅人要做交代 所以當然我們還是會立案 要測量電壓 總開關電壓 於是台電派出節能健點團隊 要抓出高電費元凶 電流248 車電外售隨即出現 定品冷氣 熱水器 冰箱 列局前三名 尤其長時間運轉的冷氣 電力耗費更驚人 來回的一往一來一往 就是啟動停止啟動停止 這樣子是比較耗電的 它在開冷氣的時候 可以把它吸造的這一側的窗簾 可以把它遮上來 那避免外面的熱源散進來 那會建議說 最不耗電的話還是可以再升級 把它升級成變頻式冷氣 包括冰箱都因為擺滿食物 循環空間不足 電力得維持高檔 但這些都是愛心捐贈的物資 想要更替 經費是問題 都二手了 師父他們要換冰箱 就給我們冰箱這樣 他希望我們換掉 對啊 可是不是說換就換 對啊 這就是要比較長遠一點 可是問題出在說 這個是要一筆經費 你給它硬體其實是最不好的 因為可能它不符合當地的需求 甚至還有保養上面的問題 也許這個硬體在當時是OK 可是五年後 它的技術可能又是落後的了 對對 那結果那怎麼辦 它要水桶的量嘛 那你就這個香橙就好啦 香橙 對啊 那你先跳過 禮拜一跟禮拜五 是四點下完課來到這邊 那到了寫完寫個功課以後五點 跟我們一起吃員工餐廳 那禮拜三是下午半天 目前這學期有十三位 那十三位大部分都是單親家庭 有幾個是隔代嫁養的 還有一兩個是外籍配偶的 你要定證是不是 陪伴孩子們寫功課 金山一樣有偏鄉教育資源落差 一開始郭冠雄情理輕微 隨著需求逐漸加深 加聘一位客服老師 但是才藝類依然缺乏 郭冠雄想到 綠電是個新契機 公益的捐款 依託給我們的話 我們可能還會再去 尋找一些才藝老師 比如說打擊業棋啊 那甚至我們可以把 周遭的金山國小 金美國小的 有需求的小朋友 也可以納進來 我們要來觀測 我們在這邊設置的日照計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個日照計 來抓出這邊的日照量 採訪當天 北海岸難得出現 四小時以上的日照量 未來業者最多會在四座屋頂 鋪滿太陽能板 走工藝與公民電廠模式 除了民眾 可以認購屋頂租金 也將會有4%回饋給客服班 預計2021年正式受煉 那大概20年下來是 大概20幾萬 所以一年可能就是一萬多 其實真的沒有非常多 這是將近100KW的一個規模 看它的太陽能電廠的經濟效益 它絕對沒有那個價值 或是不夠 那但是從公民電廠的價值來講 它有更多元的價值 不是數字的 跟旭海相比 金山的能源弱勢在於 核電廠曾經強勢介入 雖然有核能補助金 但依然有各式社會問題浮現 它不是確實在能源上面造成的弱勢 但是由能源問題所引發出來的 整體的權益的受損等等 它就戶籍是在這裡然後離開 那離開的時候 整個當地的很多的社會服務 就消失了嘛 就沒有人開麵包店啊 沒有人 就是這些服務就消失 那就再加速人口的流失 跟生活品質的下降 於是在兩座核電廠中間 長出綠電是金山新的能源選擇權 其實不同的能源弱勢狀況 從節能或是發電 都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時間路徑 我們現在每個月 等於是我們有兩萬塊的開銷 那我們怎麼把這兩萬塊省下來 大家我們一起來做一件事情 那可能就引進一些講師 可能可以讓他們討論一些小型的始作 解電的方案 例如說解電器的使用啊 扮演著一個夥伴 跟知識提供者的角度 讓他們闡述他們對他們自己的想像 然後來摸摸看 它外面有一片膜 然後它這邊的話 其實裡面都是就是 電池 例如能源教育就是最好的出發點 透過學習能源知識 了解更有效率的使用方法 與能源共好 才能有效擺脫能源弱勢 它就可以從能源這個議題出發 去解決其他的事情 因為你給了它資源嘛 給了它發想的能力嘛 那它就是連結 那所以它可以去解決相關的 屬於它的社會機構長期 從面對的結構性的困境 在這裏面上 你會不會有效率 在這裏面上 你會不會有效率